我哪有多少聲啊 欸 隔壁了 搞什麼啊 妳現場也不聽啊 我覽了辦公室是Coc自動車 開始エパカク 奧クリーン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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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我們沒得不夠大 這一定要處理一下 來來來來 哇 哇 這隻機這麼漂亮 你看 好漂亮的一隻雞啊 好 搞定 好 處理完畢 那時候要介紹一代的五門馬山 欸對齁 一代五門馬山 好啦 最近下雨真的很難拍片 好不好 大家要體諒一下 這下雨天什麼片拍起來都真的 很醜 絲絲黏 看起來很討厭 咻咻 207 GTI哪時候上架 207 GTI 上次那台因為我想要拍一些保修的東西 所以最近比較 沒有空把它送去修理廠拍 所以應該沒那麼快 其實我很多車都要拍 可是真的很慢 還蠻專業的 08年SWIFT有什麼問題要注意嗎 遇到狀況就是 煞車稍微踩深一點就會點頭是什麼問題 點頭有點太敏感是不是 我覺得如果你不習慣現在的這個 點頭的問題 你可能要從煞車皮去著手 換一下煞車皮吧 我覺得那煞車皮可能是換到比較硬 拆枝比較硬的煞車皮 有可能會這樣好不好 希望這個 煞車皮檢查一下 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我通常都是 遇到人家說煞車太軟的 第一次遇到點頭覺得很煩 呵呵呵 啊不然就是要控制一下你的腳的力道 不然就要換一下煞車皮 板經有生鏽就要換掉整片嗎 不用啊 它可以補啊 覺得CRV1.5 Turbo CVT 跟以前比會比較不好嗎 其實這沒有什麼好不好的 我覺得它現在因為車場 是因為節能 有一些這個 這個能源測試 為了要通過 所以就只能從一些雙離合器變速箱 或CVT下去著手 所以說 呃 不管好不好 反正 勢必就是 越新就是要越 往這方面去修改 那你如果站在我立場 我是不喜歡CVT啦 但是 我覺得 也不是大部分的人的需求 都跟我們一樣嘛 對不對 有的人需求就是這個 省油嘛 節能就好了啊 對不對 04年TierraRS20有什麼問題嗎 問題就是車子比較舊而已啊 可能你要檢查的東西 要注意的東西比較多啊 其實也不太有什麼大問題 不過那個引擎 Tierra那個2.0引擎 我覺得很容易沖掉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 有沒有油水混合的狀況 而且啊 2.0RS通常 它隔了16年 這中間喔 歷任車主啊 會去買這個車 大部分都是有熱血因子在裡面的 所以你要注意說 有沒有被 改過啊 被超過啊 鮮草的進度 鮮草沒有什麼進度 就賣不掉啊 什麼進度 哈哈哈哈 要撩坐還撩不下 要賣又賣不掉 你看剎賽啊 不撩錢又賣不掉 我跟你講啦 沒有賣不了的車啦 只有賣不了價錢啊 S-Trail CRV小事哥推薦哪一台 我覺得是不一樣的東西 S-Trail跟CRV我覺得不太一樣 CRV我覺得 車格好像感覺起來是稍微小一點點 你如果想要經濟保值 整優 選CRV 然後其餘的 選S-Trail 不過我覺得這個東西很主觀啊 反正我覺得車子就是這樣嘛 它的大小 然後跟你的需求符不符合 我覺得你就可以選 二手車推薦哪些牌子比較好養 其實我跟你講喔 你買日系的或國產車其實都好養 可是你買的是 因為你買的是二手車 那我覺得它的問題會發生在你跟誰買 你買到車況好的車或車況不好的車 網路上有很多的論調是這樣 我們常常去很多討論區很多的這個論壇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齁 你在做功課 有人說某台車 哇他開了某台車覺得好棒 然後有人齁 他就會上去說 喔我看這台車問題好多嗎 會一直修一直修一修 可是其實你很明顯的 你要去辨別當中有個變數就是 在發表這些文章的人 他到底買的是新車還是二手車 他有可能他買到一台車況不好的二手車 所以害的這一台車 在他的心目中黑掉了 因為他買到一台車況不好的二手車 所以變成說這個廠牌或者是這個車款 在這個車主的心目中 永遠就黑掉了 那導致他以後 他再也不買這個牌子的車 或者他都買新車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並不能那麼單純的去說 以二手車來講 哪一款車是可以買或不可以買 因為還要看你跟誰買 你買到好不好的車我覺得蠻重要的 今天看到YouTube 那個有啊我在下面留言啊 那個低價那個我 我沒辦法拍啊 我有跟他留言說 那個大家可以去看啊 有一個叫做蛋塔 他就是有假裝消費者去 然後拆穿這故意齁 在一些數字網啊 看低價吸引消費者 那這之前我們的直播 其實我們也常跟大家分享 只是說我沒有辦法去拍這個影片 我曾經有想過 可是 靠腰我去味道 就知道我誰啊 對吧這第一點 啊第二點 我就算我叫泰山叫阿呆去 拍回來還是在我的頻道上 人家就知道啊 看 我就沒辦法做這件事情啊 所以也只能像他們這樣子的YouTuber 可以做這些事情 我就沒有辦法做 自首排車低速 我頓挫管是頓挫感是正常的嗎 有些車子有 有些車子沒有 像我有遇過一些案例啊 有一些人到二手車廂去買了 雙力而氣的自首排的車 然後他可能覺得開起來有點頓挫 可是車廂一直跟他講說這是正常的 這是正常的 所以消費者搞不清楚說到底是 你賣給我這台車的便物箱有問題 有瑕疵或者是CutV 就是說比較抄了被抄的狀況比較差了 還是說根本就是壞的還是正常的 消費者根本辨別不出來 那通常頓挫感有分嗎 有分程度嗎 稍微的頓挫跟頓挫很大力 所以像如果說來跟我買雙離合器自首排的 車子啊的消費者 他如果說對這種頓挫感有疑慮的時候 通常我的做法是我會讓他試 因為大家會發現我的廠商 那無論是比如說DSG的發比亞也好 或是Focus雙離合器的自首排也好 我都有兩台以上 那我就可以用另外一台也讓他去試看看 這樣輕微的頓挫 如果兩台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這才可以說是正常的 如果你用同款車讓消費者一開 他覺得你賣我這台頓比較大力 對不對一開就知道了 那就可能你那一台車的便物箱就比較差 所以我覺得說有頓挫感是正常的 可是頓挫感大或小 你可能要去試著去開看看同款的車 然後去感受一下 那如果你開了里程數 年份都比你新的同款車 結果感覺起來差不多 那就是所謂的正常的頓挫感 我覺得這樣講對於這種 比較沒有經驗的消費者 可能比較容易理解 冷車發動皮帶會叫有什麼影響 叫久了就磨損了 所以要去調整 皮帶會去調整 剛剛有水餃小吃推薦哪個口味 我那天吃起來我覺得第一名是蔥肉的 欸怎麼會講到水餃啊 靠腰啊 欸他沒有付我錢欸 我只是想說要支持他一下 然後買一下這個 站一下一下 然後回來順便吃看看這樣而已 那不是業配欸 有人還跟我說我在業配啊 靠腰啊 國產品牌推避震器我推哪一個牌子 我要幫他講嗎 其實我都只裝個牌子 就是我好朋友阿吉的 你們可以試看看啊 我之後會有影片跟大家推薦避震器 可是因為他也沒有給我業配 可是我跟他是認識十多年的朋友 那其實一直以來我的避震器 都在那邊裝比較多 改裝的啦 改裝的啦 所以之後會有影片推薦給大家 我有去實裝 好不好 我在那邊已經裝不到幾組避震器了 為什麼你願意PO車里程術當良心賣家 沒有這樣比較單純而已 我只是不要說良心賣家 我只是想要節省時間 其實我跟大家分析喔 網路上會有一些 不PO里程術的啊 或者是他PO低價的啊 他其實主要他用很多這種 行銷的廣告方法 其實主要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客源沒那麼多 所以他們在外面不斷的撒耳 看有沒有魚來吃嘛 你有沒有釣過魚或釣過蝦 現在開始有一個魚來蹭哩蹭蕾的時候 那他每天閒閒的啊 因為魚沒魚蝦沒那麼多啊 那蹭哩蹭的你鋪檔 動一下動一下的時候 還不能馬上拉嘛對不對 他就要花時間跟你周旋嘛 對不對 他時間很多 要不然你家閒閒坐在電腦前面幹嘛 所以他跟你周旋周旋 想辦法把你這個騙來嘛 他才有機會成交嘛 我坦白說你如果像我們這種 因為平常就有一些消費者觀眾朋友 在關注我們東西 那一旦我有他要的東西 那一出現他馬上就會來跟我們聯絡了 對不對 把手卡卡有沒有 看到蚵就咬了有沒有 哈哈哈哈 我這樣把消費者講成魚蝦這樣不太對 這是比喻好不好 對啊 那我們自然而然不需要也不用花那麼多時間 去跟消費者周旋 或者是去想和騙啊 怪來有沒有 所以我們就希望所有事情越簡化越好 我把車況披露給你 然後你可以你就來 來就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你就買 節省大家時間 然後我認為 講求效率的這個時代 我覺得大家就是快速就好 那我們做的生意 跟你在網路上做的功課 你跟你看直播聽到我講的 都是一樣的 跟你看到的照片跟你現場看到 還有人家講的服務 網路上出現人家說服務都是一樣的 那自然而然這個可以節省掉很多的時間 因為台灣人喔 在消費的時候 花掉很多的時間去做功課跟研究 當然我不是說不能做功課不能研究 那如果今天你做功課 一旦花了很多時間做功課 你也做不出功課 你做研究 研究不出東西的時候怎麼辦 對不對 這時候你看到小獅 就是一把你就抓住他就對了 好不好 CAMERY2008 2.4的看法 沒有什麼看法 那是很棒的車子啊 CAMERY TOYOTA的車其實在每一個世代 都是很棒的東西啊 在當時 所以說他 可以滿足一些 族群的人 就是你 不想要花太多的時間 經歷在車子這件事情上面的人 然後你覺得 車子是一個移動的工具 當然也會有人 他買TOYOTA車 他自己覺得這個車很帥 這也OK 那更棒 那我覺得TOYOTA是 一般就是我們覺得是中上的一個選擇 最安全的一個選擇 他也許不是最好的選擇 可是他覺得是最安全的一個選擇 10年2.4冠美麗有天窗版本 跟6月跟12月估價差好幾萬是正常 當然正常啊 一定正常 隨著時間的推移 現在又年底了 價錢一定會要有落差 SWIFE SPORT在中古車市場 是不是都量很少 對 我今年才遇到一台 就在我店裡 而且是13年那一款 不是新款 因為那個SWIFE SPORT是 其實是蠻貴的 小師哥有玩交換禮物嗎 沒有 我比較想交換伴侶 不是 我們玩點大人的東西 好不好 不要再玩弄小朋友的東西了 好不好 我們玩交換伴侶 兩年因為環保就沒有存油車 應該不太有機會吧 觀察看看 反正我當初喔 做二手車這一行就是這樣想的 反正我是二手的嘛 今天當大家都開電動車的時候 我就賣二手電動車 大家都開飛碟的時候 我就賣二手飛碟 大家都開直升機的時候 我就賣二手直升機 大家都騎那個電動滑板車 我就賣二手滑板車 呵呵 反正都有二手的嘛 什麼東西都有二手的嘛 好不好 暫時在我有生之年 應該是應該是二不死啊 14年WRX為什麼還沒有人注意 我哪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沒有啦其實賣車 所以你們有在觀察一下 賣車真的不一定 真的運氣運氣的 沒有什麼車一定是好賣的 真的 不要說我們做這個生意啦 你做任何生意 你在賣東西都有風險 對不對 你做吃的 你今天那個材料浸太多賣不完 你賣波斯潤龍蝦 浸太多汁 明天就不新鮮了怎麼辦 對不對 你要去拿捏那個數量嘛 我跟你講啊 數量永遠拿捏不好啦 你家賣衣服也一樣啊 對不對 這一季你覺得 哇這個衣服 溫冷捏 就進了100件 賣不完 賣到剩30件 靠腰啊 顧準怎麼辦 所以其實做生意本來就是 很難去預測跟猜測 沒辦法控制 行車記錄器推薦 隔二指推薦 這個我可能沒辦法推薦啊 我們店裡行車記錄器 好像都用發現者吧 應該是發現者 或是什麼 密友的另外一個牌子叫什麼 反正我們也就是差不多 網路那些啦 沒有特別推薦 他有拿錢來叫我業配 我就推薦他 沒有開玩笑 還是要好東西才可以推薦 不是拿錢就可以亂講 好不好 有一個題目要跟大家分享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像前一陣子這個 有一個立法委員 王婉裕 就是那個燈泡媽媽 那他的助理有跟我聯繫 那他問了我一些 這個太舊換新的 這個相關的立法的問題 那我在想他們可能 近期在討論這個東西 那他問我說 如果說這個是 六年跟十年的這個差別 對二手車會不會比較 比較好 之前是說 只要六年以上的報廢 就可以舊換新嘛 現在把它延長成說 你只要十年以上的去報廢 你就可以符合舊換新 那他問我說這個對二手車商 會不會比較有幫助 啊坦白說沒有比較有幫助 因為大部分 以我的經驗這樣整個看起來啊 有去做舊換新補助的車 一定都超過六年以上 甚至一定都 也都超過十年以上 好 那他為什麼在十年以內 他就要去用舊換新補助 那一定是車況很爛嘛 很差嘛 那他也沒有二手車的價 買入的價值啊 所以說其實 無論是這個定六年 或是定十年齁 對二手車都沒有什麼 呃太大的幫助啦 好那當然 我明白說 他是為了要 要可能關心一下 這個二手車的相關的產業 那再跟我討論這個問題 坦白說真的沒有什麼幫助 你既然是要所謂叫舊換新 你既然是打著環保的名義 或者是促進經濟的一個名義 那你應該要去不要限制是買新車嘛 對不對 我常在講的 我今天一台十五年的車 我把它換成 不要說五年內啦 三年內好不好 保護期內 兩年內一年內 都沒有關係 然後他是二手車 或他是領牌車 那其實我也符合 所謂的舊換新嘛 環保也是對環保是好的嘛 排氣的管制也是符合現代法規的嘛 對不對 那促進經濟交流 也不是說你一定要去買 新的才有促進經濟交流啊 你來買二手車沒有促進經濟交流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倒覺得說 應該只要你有換更新的車子 我覺得 不管是新車二手車 你都應該要補助 那這是我 我給這個 這個立委的助理的一個建議啦 不過最後我還是覺得蠻開心的 為什麼這邊要特別提到 就是我覺得 如果說在立法委員他在 處理這一些案子的時候 有想到二手車這個行業 我覺得其實就蠻開心的啦 因為二手車其實本來就是一直都是一個 比較沒有人管的一個區塊 我跟你講 只有誰管喔 國稅局管的最開心啦 阿其他呢 我看也沒什麼人要管啦 阿大 新車這個集團比較龐大嘛 所以他們這個有票倉嘛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啊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本來 二手車在我做的這20年 本來一直就是很多問題 很多陰暗的東西 灰灰色的東西 我覺得一直都不是被重視的一個 一個區塊 大概這樣 好那我再繼續下一個題目喔 再跟大家宣導一下喔 最近的那個 車禍事件蠻頻傳喔 像那一天我有看到一個 好像馬自達應該是CX5吧 在高速公路那個 好像開自駕嘛 然後去撞到那個 路邊的那個維護的公務車 馬自達最近好像常出問題 好像那一天那個有一對什麼 球員 球員 情侶 好像那個也是馬自達對不對 好像也是馬自達撞到 那我是覺得是這樣喔 我先講這個自駕車的部分啊 對昨天我們對面加油站也是 有發生一個車禍 蠻嚴重的 在剛開始這個 有自駕進來的時候 其實就很多網友 當時在開直播的時候 就來問小師說 哇你覺得自動駕駛有沒有一定要 或是怎麼樣 那當時其實我本來一直就是 對這個自動的跟車駕駛啊 我覺得抱持著一種很保留的態度 我坦白說 一直到現在其實已經蠻普遍的喔 現在很多車好像出來沒有 這個自動跟車好像就是很落慘喔 可是我坦白說我我我舉我自己的 例子來說我自己開 B&W的這個218 那他有跟車 其實我跟你講喔 我開50次看有沒有用一次 其實我自己本身一直到現在 其實他已經是很 大家都說已經很進步了 可是我其實坦白說 我只有為了測試我才會去開 我自己平常我在使用車的時候 幾乎我是不開自動駕駛 那當然我不能叫你們都不要用啦 有些人用了就覺得哇好好用喔 好那我有用過我是覺得 我還是不相信這個東西啦 而且甚至這個自動駕駛如果發生了意外 其實還有理賠上的問題 那當然我當時我就講了 我說這個這些新車公司 他要出這個自動跟車的這些東西 他一定有一個免責聲明嘛 他一定告訴你一定不斷的去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只是一個輔助 然後你你一定要一定要還是要注意這個 自己隨時要介入要注意安全 因為這樣他才很免責嘛對不對 那今天有一個東西你買了 然後他說你用了但是出事我不負責 那用起來也怪怪的對不對 那我好像我買了一個東西 壞掉是剛好而已對不對 所以也很尷尬啦也很尷尬 所以很多我其實對於很多消費者來說 欸小師哥我要買一台車齁 這個我一定要有自動跟車 那我就覺得說一定要有自動跟車 也許是他上下班用的到吧 可是我要說的是說我覺得自動跟車這個東西 其實你如果是沒用過的人 我覺得也沒有你想像中的這麼棒這麼好 好那我不用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我覺得說大部分我試過的跟車 其實都不是那麼舒服 好就是他那個停下來減速的那個急跟環 還有忽然加速的那個急跟環 定速ACE我都不會用 反而我會用跟車的時候都是在道路很順暢的時候 我才會可能實驗性質或者是讓腳休息一下按一下而已 可是很少啦 基本上很少真的很少用非常少用 對我我這是對我而言啊 我相信有人是每天用用的很爽也有 好但是我還是老話一句就是說 這種東西是不是應該要列為你買車的一個必要的東西 我覺得你可能自己還要評估一下 然後再來一個是這個我們還沒有考慮到說萬一這個年代久遠 好萬一這個自動跟車他已經過了八年十年的時候 這個自動跟車到底他會不會有故障的可能 喔不知道不知道喔對不對 萬一掛了怎麼辦 那主動煞車的安全喔 我在2016年的時候我買過一台新的賓士 他有自動的煞車 我可以告訴你喔在我擁有他兩年多的時間 他大概誤踩了五次吧 我跟大家分享他是怎麼樣的誤踩喔 當我偵測到一個斜坡上升 我在我在爬一個斜坡一定的斜度的時候 他的那個雷射探頭他會偵測到 他以為那個斜坡是障礙物 我在時速大概60的時候 他突然把我踩煞車喔 我是有發生過這樣的情形 就在我家因為我住在山上嘛 新店達官山上 所以那個斜坡在某一個區塊的斜度的時候 好幾次在那邊我被踩煞車 同一個路段那就偵測有問題嘛 那我能接受喔其實我能接受 電子的東西是有BUG的 是有偵測錯誤的 我也相信因為我自己理工科 我念理工的我絕對相信 無論是電腦或是電機的儀器 有偵測錯誤的情形 我能夠接受 那所以每次到那個路段我會特別小心 我如果大家有看到我的FB 昨天有上架一台CLA200 那台也很神奇 那一台齁他本來來我店裡估的時候 我們價錢是談不容 然後他就他要離開我店的時候 如果有來過我店裡的時候 我店門口有一個下坡 然後他就在那個下坡 他的CLA200突然緊急煞車 發採了 然後他嚇到 後來他出去以後又繞回來 然後我說欸啊你怎麼又回來了 他說小屍我跟你講 我剛剛要離開你這邊的時候在斜坡 我的CLA忽然自己踩煞車 那他的講法是比較有趣的 他說我覺得他不想離開 他想賣給你 那我心裡想的也許是 我的價錢應該還不錯 好但是不管喔 就是有翻這個情形 然後他就回過頭來說小屍我覺得他不想離開你的店裡 我覺得他是在告訴我說他想要留在你這邊 所以他當天他車就賣給我了 你看喔剛剛有人講 我的那個A250喔 兩年五次 這個才是可怕的地方 為什麼我每天走同一條路 在兩年裡面只發生了五次 到底是誤偵測到什麼東西 我也不曉得 對不對你照道理來講 如果那個路段他會誤偵測踩煞車 那理應我每天走同一條路回家 我的開車習慣 我的開車模式都是一樣的 那理應他每一次都應該在那邊踩煞車 可是沒有啊就五次而已 升級了吧 好那這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然後我們剛剛有講到嗎 最近發生很多車禍 包括昨天我們這邊對面 也發生了蠻嚴重的車禍 那我記得前兩個禮拜就跟大家講 其實我的每一次的經驗就是 每到要過年前就會發生很多交通的狀況 好所以大家要注意這個行車的平安好不好 大家最近這個出路都要注意行車平安 開車騎車走路都一樣好不好 那對來我還是要這個推廣一下 我先推廣我再講下一個話題好不好 這邊我右邊這邊你們的左邊 有一個這個草上奔木場 有一隻雞有沒有 這個是我老婆的朋友 那請我幫他推薦了 他是一個這個學歷蠻高的 不知道是什麼博士吧 結果竟然去這個養雞賣雞蛋 那因為我現在一天要吃八顆蛋以上 因為我在補充蛋白質 有在健身嘛 所以蛋這個新不新鮮 我一吃就知道 我沒有我一打出來就知道 其實那個蛋液打出來那個蛋白的 新不新鮮蛋黃蛋白一看就知道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去他的網站看一下 他有在賣這個很漂亮的土雞的雞蛋 下面聖帕斯齁再次的這個點火線圈第一品牌 好不好 大家可以去也可以去研究一下 最下面這個寶可林齁 就是我們上次的這個空氣清淨機 便宜又好用台灣製造的空氣清淨機 好不好工商一下寶可林好不好 因為我對我來講我只要蛋白質 所以我都直接煎來吃而已 也沒有什麼料不料理的 我直接就是煎荷包蛋 我一次荷包蛋就是三顆齁 我一天有時候加茶葉蛋啊加水煮蛋啊 我要吃到七八顆以上 還有蛋白質雞胸肉什麼嗎 一直嗑一直嗑 整個都快變媽蛋白人了 剛好要了 而且我告訴你們 蛋白質吃多量不會變大 我可以在這邊直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量不會變多 呵呵呵呵 好不好不是你們想的那樣好不好 這個最後我們抽出三組好不好 好我跟你講看小事的影片 看小事的直播就是有好東西要給大家 所以你們一定要看到最後好不好 最後抽三組 欸這很貴耶 好繼續下一個話題齁 來我把我準備的話題講完齁 我們剛剛講新車有什麼生鏽事件啊 露水事件啊等等的啊 吵得很兇齁齁 那後來我發現一件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我發現齁現在的車子在製造跟手機很像 以前的手機一直可以用很久 現在iPhone媽的iPhone當出現下一代的時候 上一代就卡卡的 我我都有時候會懷疑說是不是這個有一些陰謀論在裡面 感覺現在的車好像做出來的感覺都不是要讓你不希望你開了很久 像我我很喜歡買一些老車齁 其實我發現有很多的車款其實越老的用料是越好 好越越扎實的 我總覺得說我這20年來我看到這些車子的變革 我看得到科技在進步 油耗速度在進步馬力的速度在進步 然後加速的速度在進步 可是其實對於這個用料的實在感上面 我覺得其實變得蠻蠻空虛的蠻空洞的 那有可能是成本的關係環保的關係 甚至他們有沒有可能他們希望你可能三年五年就好換車了齁 是不是有這種可能 所以有時候齁 當你牽涉到一些 比如說我覺得生鏽的事件 我之前也講過了 生鏽其實可以被處理的 那車子什麼車頂會漏水 那也是可以被處理的 重點是在於說 現代人到底開一台車希望他開多久 我相信有些人齁 他是買了車他都希望開到報廢 當然也有大部分的人齁 都是很有一定的頻率在換車的 我身邊遇到的朋友齁 坦白說我已經比較少遇到說要從一而終了 就是他開一台車就是要開到報廢那種感覺 開二十年十五年以上 坦白說我身邊遇到真的蠻少的齁 所以我覺得一個車子的問題齁 你應該要評估到說你想要開車開他開多久 像我常常遇到一些消費者問題說 我今天都遇到兩三個 然後小事哥我停路邊不小心被撞到了 抓不到人 後面齁板金稍微凹進去 這個車廠跟我說整片的後車廂蓋要換掉 請問會不會影響價格 那我說你當然能板盡量板 你如果換掉板件是一定會影響價格 那問題來了 他問我說那會差很多嗎 我說很簡單嘛 你這台車你如果想要開十年十五年 那換掉後車廂蓋其實影響殘值不多 可是你如果明年就要賣 我跟你講這換掉至少差三萬五萬 所以當你在考慮說你要用版的用換的 換新的還是用版修的時候 你還要再去評估說這個車你打算用多久 好這個是我蠻常遇到消費者會問我的問題 光今天我就遇到三個 好那最後一個我準備的 再跟大家把它講完 等下跟大家拿題材 這個禮拜有收到一個網友的資訊詢問 有一個網友問我說他在別的地方 然後付了訂金 然後買訂了一台車 然後他問我說如果說他的貸款不過的話 那他的訂金是不是會被沒收 我說那當然要看你當時簽署的這個契約內容 那我跟大家分享他說有合約裡面有寫說 如果說這個貸款是因為這個買方的問題 而以至於這個貸款沒有通過 那他的訂金會被沒收 我說那有這一條你就是貸款不過就是GG了 其實很多的合約裡面會有寫到就是說 假設你付了訂金簽的合約 然後你要辦貸款 那買方必須要提供證明資料 你要配合他 那如果你沒有配合的話 那你訂金會被沒收 那這一句話的原意 他是在保護這個賣方說 萬一你跟我訂了車 你下了一萬的訂金 然後你回去 我要你提供這個工作證明 你也不給我也不理我 對不對 我要你提供一下存責的薪資的紀錄 你也不給我對不對 你既然你要來買車訂了車 要辦貸款什麼資料 你都不配合我 你擺爛 我這車卡在那邊 因為你的一萬塊訂金 我也不能賣別人 因為我跟你簽了合約 那我就虧了嘛 所以他因為避免這個情形 所以他的法條上面有這一條說 你必須要配合這個 幫你辦貸款的這一方 要求你的文件 訂金 銷機會有規定 不得超過車價的一成 這個是有規定的 這樣子的一個條文 會被拿來做一個不一樣的解讀 跟不一樣的專 這個叫做法律的灰色地帶的使用 怎麼說 就會變成說有一個情形 就是你在網路上看到很多 他跟你講說 只要什麼一張身分證 保證過見全額貸款 保證利息最低 保證這個強力過見 通通過見 只要你會呼吸都可以過見 有沒有 什麼原住民專案 軍警交專案 什麼有的沒的專案 保證只要你來 你人換的 還有辦法揣開 我就有辦法幫你辦貸款 這些廣告就出來了對不對 然後呢 好啦你就看了這廣告你就去了 然後你就付了 1萬的定金 2萬的定金 3萬的定金 然後要辦貸款 那幫你承辦貸款 這一方就開始刁難你 好他就開始要求你 提供一些你 沒有辦法提供出來的文件 資料 或者是他就開始這個 想辦法 讓你在這個辦貸款過程當中出錯 犯錯 然後最後他就用這一條條文 來吃掉你的定金 你知道嗎 他就說啊你看 現在我明明呼吸專案可以過 現在我要你提供什麼你都沒有 對不對 你不配合我 所以以至於貸款沒辦法過 所以不好意思 定金我沒收了 而且這還是合法的喔 因為為什麼 合約上有寫喔 合約上有寫 說你如果沒有辦法配合提供相關文件 你的定金會被沒收 等等等等 用這個方式 走灰色地帶來沒收你的定金 好 這個 How John Young說的 很多那些廣告FB也有很多車庫 這個我第二個跟大家這個分享的就是 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我再講一次喔 你會看到很多車商的說法都是 我跟你講我們是公司是這個 車商大盤商 我跟你講所有車都是進到我們公司之後 我們再分配給這些小車行的 甚至有一些會講說 包括小事也都跟我調車 我們是這個台灣最大的大盤 就像這個蛋塔的那個影片一樣 我們本來齁 都這個沒有在賣消費者的 然後這個現在是因為什麼 時機不好什麼 所以齁 我直接賣給你 所以你跟我買的價格 等於是車商跟我買的價格 有賞嗎 有嗎 很賞欸 有沒有這個就是一種 話術的說法嘛 我其實在 我很久之前直播我就講過了 我告訴你喔 二手車沒有什麼叫大盤商的 我認識那麼多車廂 沒有一個叫什麼大盤商 沒有一間車行什麼叫什麼 全省台灣省台北市的車都先 到他這邊他再分配出來的 沒有這種店好不好 TOYOTA夠大的財團了吧 他有沒有二手車部有 他都沒有辦法把全台灣省的TOYOTA買完了 你覺得哪裡來的 所謂的大盤二手車行 所有的車都從我這邊公司出來的 齁沒有這種店啊 沒有這種店 你沒有那麼多錢 你也沒那麼多的地方擺這些車 通常會是個幌子說 喔我跟你講我們的車都在車庫 我們的車散落世界各地 因為我們都分配給其他車廂 因為我們車太多了 次數都我們的車好不好 齁所以你跟我買 跟跟小吃買是一樣的 齁因為小吃的車也從我這邊分配出去的 齁有話不話 反正宅公欸 為了要營造一種說他們公司很大 或者是說欸你買的價格很便宜喔 你跟我買價格跟車上跟我買價格是一樣的喔 齁阿怎麼樣 他們很行很照啊 有沒有齁 欸啦我就批發了你齁 這就 沒辦法買你啦 這樣啦齁 有的不的齁 反正就是 反正我覺得這個東西就這樣啦 反正消費者 就像他講啦 消費者也許有時候 某種程度會有一種貪小便宜的心態 那個也是不為過嘛 所以他會用很多的話術來 來膨脹自己的實力嘛 齁取信消費者齁就簡單欸 小姐都從我店出去 對對對齁 所有小姐都是我這邊review過的好不好 你不管走到哪裡叫的 叫到都是我的人 呵呵 你去哪裡點 點到都是我這邊發出去的好不好 對啊 我也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什麼大盤商 對不對 從來沒有 真的沒有那個實力啦 真的連連TOYOTA那麼大的公司 都沒有辦法買完全台北的TOYOTA車了 你覺得咧 就算他有那個錢買齁 他也沒地方放 十年內的車過戶 無需再驗車 該車又沒有原廠保養紀錄可以調閱 是不是就無法確認他是不是調過表 其實五年就要驗車啦 其實你從他車子滿五年就要第一次驗車了 那你從他第一次驗車開始 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第八年第九年 你就可以在建立網站查到他的里程紀錄啦 那再來一個是說 我常跟大家講齁 我不管是十年內的車還是你買五年內的車 如果你今天你買五年內的車 你卻調不到他的原廠保養紀錄 好車主你請他調他說沒有他都沒在原廠保養 我也建議這種車你就不要買 原廠保養會有一個保固問題 你試想齁 你買一台新車 你從新車領車開始 你都從來不回原廠做保養 齁 你視同放棄保固 那你不覺得有鬼嗎 為什麼你買了新車卻不回原廠保養 對不對 那你的車況能信嗎 欸 時間差不多了 嘿 我要下班啊 哈哈 好啦好啦 恭喜啊 恭喜啊 恭喜得養者 總有一天會中的 沒關係啦 我們之後還會舉辦活動 我們經常都在調唱好不好 可以下班了 耶 好啦 今天謝謝大家的陪伴 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又可以下班了 鬆一下 禮拜三都是要說話說話 我告訴你 那希望今天的直播對大家有幫助 拜拜 大家晚安